大家好,今天的巴士的點評想和大家說一下港大學生會事件的後續追究 港大校委會8月4日召開校委會的特別會議 並且在當晚決定禁止所有參與港大學生會評議會7月7日會議的學生進入港大校園範圍和使用大學的設施和服務,直到另行通告 港大校方這樣做自然會招致一批反對派校友和老師的評擊 整件事的起源就是港大學生會評議會7月7日會議通過動議 感激七一刺警案自殘身亡的怡兇梁建輝為港犧牲 事後遭到多方批評後撤回議案 四名學生會中央幹事和另外十一名評議員就辭任 港大校委會8月4日召開特別會議再出招 港大校委會說參加港大學生會評議會7月7日會議的學生行為 有可能觸犯法律,他們正是接受警方的調查 容許相關評議會的成員繼續在校園內活動 對大學會構成嚴重的法律風險 亦都對校方人員甚至是大學的聲譽產生不良影響 基於事態嚴重,必須即時採取風險管理措施 事後一名化名師同學的評議員對傳媒說 對事態的發展感到似了不及 最壞的情況可能有人會被開除學籍踢出校 師同學說不知道校方如何界定參與會議 當日投棄權票或者只是出現在會議場地 但沒有參與投票的人是否被視作為牽涉其中呢? 有關的決定引來批評 7個支持學生行為的港大校董發表聯署公開信 指校方的行動法理上不恰當,促請撤回處分學生 7個港大校董認為這個決定在實質上 等同向學生採取嚴厲的紀律處分 香港大學條例規程31第21段 詳細列出了15種大學處理學生違反紀律的行為 今次校委會處分的學生並沒有觸犯其中任何一項行為 校委會聲明提及學生的行為可能觸犯法律 而警方正在調查當中,但事實上至今沒有任何學生被檢控 規程31第21A段也列明 即使是學生被法庭裁定觸犯法律 有關的個案也應該由紀律委員會按程序處理 不必由校委會越早代跑 港大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 也在當晚8月4日辭去校委的職務 張達明認為校委會的決定有越權之嫌 他說沒錯,學生是不對,我想大家都同意 有關學生都很快道歉,但我很難過 為什麼我們作為大學不是陪育陪職學生 幫助他們有錯能改,無端端校委會作出這樣的決定? 大家已經充分聽過反對港大校委會決定的意見 聽完張達明這樣說,首先是令人感嘆的 不知道他知不知道社會上已經給大學很多時間去教好學生 但大學生有錯不改,而且越來越激 對社會穩定造成極大的破壞 究竟要給機會給到什麼時候呢? 究竟港大法律學院有沒有說過一句反對違法達義的理論 這些說話呢? 其次就說一下法理了 到底港大校委會有沒有越權呢? 據悉港大校委會暫時都未正式暫停 涉事三十多名學生的學籍 或者是展開紀律聆訊的 所以根本跟香港大學條例 規程三十一處理學生違反紀律的行為的條文 根本沒有關係 不是引用這條條文 所以就不需要跟這條條文的程序 港大校委會是從防止大學本身違法的角度出發作出決定 我問過法律界高人 他說 港大校委會表明有法律風險 區域或者管制並處罰金 警方正是調查 港大學生會評議會當日發表聲明支持恐怖分子 梁建輝有沒有違反宣揚恐怖主義 煽動實施恐怖活動的罪名? 高人說法律上有一種叫協助及教唆的罪名 英文叫Aiding and Abetting 若然港大學生會評議會涉嫌煽動恐怖活動 任何向他提供協助進行這些活動的個人和機構 亦都可能被控協助及教唆罪名 港大要採取合理的行動 不再提供場地及其他設施 給那些可能觸犯法律的學生 以防止這些罪行再度發生 從這個角度禁止當晚出席 港大評議會會議的學生 使用校園設施及進入校園 以防止罪案發生的角度而言十分合理 眼見罪行隨時都可能再發生 難道還要作詳細的諮詢 甚至是問問涉嫌犯罪的學生意見嗎? 港大難道不可以防止自己犯法嗎? 高人的總結是 港大校方如今出招的手法準確 警務處處長蕭澤宜 早前接受訪問時就說 任何宣揚或煽動恐怖主義活動 都受國安法規管 認為悼念背後某程度屬於美化和煽動暴力 坊間就有爭論說 是否出於感嘆悲劇的悼念也不容許呢? 蕭澤宜表明 需要檢視悼念的意圖 強調會依法辦事 對於港大學生會評議會 早前向施行者表達深切哀悼 和感激犧牲 港大學生會後來已經公開道歉 並全體請辭 現在被立案調查 蕭澤宜就直斥犯法就是犯法 道歉最多當作求情 不要想著可能沒有罪 在港大校委會作出決定後 蕭澤宜在8月6日接受媒體訪問時再次表示 警方正是調查有關的案件 美化暴力就有可能犯法 不排除就案件作出拘捕行動 從警隊一哥的評論可以見到 警方國安處會嚴肅追究 港大學生會評議會發表聲明的事件 不是簡單可以當沒事發生的 今天分享到此為止